听说还要再等一个月 那王桃心里面着实有点烦 两百多万的酬金 加上美丽温柔的富豪太太 这不就是老话说的 腰缠万贯美人在怀吗 那是个男人心里面 那都得美上不少日子 可现在这不上不下的调在这 你说谁不烦呢 可这些事呢又不能跟别人说 所以呢王桃只能背负着 几十万元欠债的压力 在煎熬中等着和李如意见面 可是呢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很快过去了 却依然没有得到对方的消息 那不得已的王桃打电话给李如意 可对方手机呢 他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 奇怪的是就连QQ呢 他也联系不到人了 直到这时呢 王桃才隐隐约约的感到事情了 有些不妙了 这时候呢王桃慌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 还专门找律师呢去打听 结果呢人家律师给他的答复 就是说上当受骗了 他实现的特别的 这时的王桃他真是彻底崩溃了 不是吗 梦想中的250万元 他根本没见踪影 就连向朋友们借的27万多块钱 那也打了水漂 哎呦 这日子呢还咋过呀 无奈之下呢 王桃只能感到九泉市公安局 宿州分局 跟民警说自己在一个多月前 被陌生网友诈骗了27万多块钱 没想到 人家警察一听 产生的第一个反应 却是把这王桃给换意上了 一个农民不到一个月被骗过27万元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让他如此鬼迷心窍 究竟是谁在网络后面操纵着一切 经典传奇继续为民解密 上级说到 王桃报案以后呢 警方呢 却把他给换意上了 为啥呢 实在是因为这笔钱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 这数目他有点过大 总感觉着27万多 作为一个农民来说 能有这么多的钱金吗 首先这个 在我的脑脑海里头 已经画了一个大大的河风 比方说人家警察不信 就连王桃自己呢 都跟做梦似的 难以相信这27万多块钱 是从他自己手里面转出去的 可他把前前后后的 这一落汇款单一算 的确 从2013年5月29日 到6月24日 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他分22次 给从没见面的网友 李如意 汇去了27.64万元 那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单据 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们 也都被挣住了 因为这案子的涉案金额 比较大 27万 确定这百分之百 就是一个诈骗 刑警队的同志一看 哎呀这数目太大了 必须高度重视 他们就立即召开会议 城里专案组 务必要破获这些利用网络 来重金求子的诈骗案件 我就想 28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一个农民来说 这是他的血汗钱 损失是很大的 所以首先我要求 对这个案子 必须高度重视